佛光山月光寺举办了五福嘉年华活动 带领上百位大小朋友还有毛小孩 共同为众生祈福 透过一系列闯关的活动 让月光寺更贴近在地生活 众人齐聚跟随法师诵经祈福 佛光山月光寺在一号圣大举办五福嘉年华活动 现场除了吸引三百位大小朋友 还有不少民众特别带着家中毛小孩 一同到场完成皈依 怎么会想要给他成皈依呢 希望他来时不要当重生 不要当贡物的啦 给他当人 带他来祈福这样子 然后他都有一点年纪了 身体健康这样子 毛小孩一起同乐 全家一起同乐 我们是佛光家庭 小哥把握这支的音乐一起来参加 从年长者一直到毛小孩 所以有五个不同的对象 那我们也可以完成 我们大师交办给我们 我们要蒙羊婆婆 透过这样的仪式就是一个正式的皈依 当然我们要把它变得像嘉年华 就是很热闹很欢喜 小朋友跟随指令 一一完成闯关活动 丰富有趣的内容 让月光室更贴近在地生活 也透过欢乐将人间佛教 落实在每个家庭 记者 许立琴 简单相报导